~~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影甲子己亥丁茂 这个八字来讲 他在看说 他的这一个甲木到底会不会去克 他的一个日主 其实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本命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他的本命有一个悟土 所以这个悟土 他会帮忙挤土去挡 所以他这个悟土在天干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地支就不用管他 为什么地支不用管他 地支也没土 地支没有土 所以说地支的土会不会受伤 不会 不会受伤 所以说我们就单纯的讨论 这个八字的这个甲木 所以假如你要单纯讨论他的时候 天干地支是分开的 地支没有就没有 就不用理他了 就只要你不要说地支有羹 又有什么来生他 又透出来 所以说甲木超强的 甲木就是甲木 没有什么地支来生他 天干去生地支 地支生天干 这种现象都没有 所以我们根据这一个八字 我们来看他的天干 所以这个八字的天干 他的悟 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可以说几乎是他整个命盘里面的 这一个天干里面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用神 假如没有这个悟的时候 甲木就会直接刻极土 所以他平常的时候 你看悟土被甲木克 所以他平常他当的是替死鬼 其实他算是替死鬼的这种角色 他是一个替死鬼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大运其实很漂亮 这很漂亮 为什么 他就会变成甲木生丙火来生五 哇 没有日主受克就算了 他还怎样 丙火才让他的悟土复活起来 人际关系变得更好 官运变得更好 所以说 其实各位 这个八字来讲 这个八字来讲 这个丙火确实是很好 但是 这个悟土 假如没有丙火在 他是一个替死鬼的角色 所以一旦他消失了 他就会怎样 他就很容易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在流年里面 流年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三个字 流年中 第一个 魁 第二个 甲 第三个 就是悟 当然 当然还有一个 己土也要注意 所以这四个来讲 就是说 这属于他比较重要的 流年中三个他必须要防的 他必须要防的 但是在这一个大运的时候 就丙火大运的时候 这个甲木其实是可以不用列入考虑的 甲木可以不用列入考虑 在丙大运的时候 甲木是可以不用列入考虑 在其他的一个运程的时候 就都要考虑进来 就都必须要考虑进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怎么有的时候用神会是这样 有的时候要考虑 有的时候又不用考虑 这一切都是一个排列组合上 排列组合上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用神有的时候会改变 有的时候又是会怎样 固定的一个原因 他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假如我们要整体看这个八字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八字 你有看到他本来财运不错的 水生木嘛 水生木嘛 但是因为引他一合 倒掉了他的一个水 所以说其实天干来讲 是让他官运好 可是其实他的财运其实是偏弱的 因为他从两财变成一财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说过了 官运什么运都是独立的 他不是一个用神进来 财运也好 官运也好 什么都好 没有 他是分别的 所以他是不会日主受克 而且官运反而会好 但是他的一个财运却反而是变弱了 却反而变弱了 甚至他的官运很有可能只是表象的官运 就是说升迁起来 但是没有食权的官运 这一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各位 这一个八字来讲 有没有日主受克 不会有 当然地支会有 但是因为地支来讲 并不是在他的问题当中 因为他在问的是 甲木会不会克日主 所以说我们就以甲木天干的部分来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